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在家里就能吵架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美国独立战争 荡茶叶税让殖民地决定不再喝茶 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就像一杯浓郁的红茶 里面有助各种风味的成分 既有激烈的冲突也有幽默的插曲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内阁让殖民地决定不再喝茶的茶叶税事件 首先让我们回到18世纪的美国 当时的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统治 感到越来越不满 英国政府为了填补英七年战争而产生的 航大债务 决定向殖民地征收各种税款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 和1773年的茶叶法 这些税收就像是 你在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 却发现店员告诉你今天的咖啡要加税 你心里的怒火瞬间就上来了 而茶叶税的引入 特别是茶叶法 让殖民地的居民感到特别不爽 这项法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直接向殖民地销售茶叶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 但问题是这样一来 殖民地的茶商就无法竞争了 想象一下当你最爱的本地茶店被迫关门大吉 而你却只能喝到英国公司提供的茶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迫喝到劣质的速溶咖啡一样 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1773年12月16日 波士顿的居民们决定不再沉默 他们化身为波士顿茶党 在一场著名的抗议活动中 将342箱茶叶扔进波士顿港 这一幕就像是现代的茶叶派对 但这次可不是为了庆祝 而是为了庆祝 而是为了抗议 这一行动不仅让英国政府震惊 也让殖民地的居民们感到无比振奋 因为他们终于站出来反抗了 这场抗议活动的后果是深远的 英国政府随即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 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对抗行动 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可以说茶叶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饮茶习惯 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享受一杯香浓的茶或咖啡时 不妨想想那些为了反抗不顾睡说 而勇敢站出来的心许 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是茶叶还是咖啡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择和自由 毕竟喝茶的时候 谁会想要一口茶里加上不必要的睡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文艺复兴 当艺术家们决定用画笔重启人类的想象力 文艺复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一场艺术界的派对 大家都在那里用画笔雕刻刀和一些非常昂贵的炎样 来重启人类的想象力 想象一下当时的艺术家们就像是今天的网红 各个都想在社交媒体上刷存在感 只不过他们的平台是教堂的墙壁和王宫贵族的客厅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时期的背景 文艺复兴大约从十四世纪开始 持续到十七世纪 这段时间正好是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走向光明的过程 当时的艺术家们决定不再只画宗教题材 而是开始探索人性、自然和古典文化 这就像是从一个只会吃面包的孩子 突然发现了巧克力蛋糕的美味 其中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达文西除了画蒙娜丽莎外 还是一位对科学和工程充满热情的全才 他的笔记本里充满了飞行器、潜水艇和其他未来科技的设计图 简直就像是文艺复兴版的未来科技杂志 想象一下 如果达文西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在YouTube上开一个频道 教大家如何用简单的材料制作飞行器 并且每集都会有一段搞笑的开场版 再来谈谈米开朗基罗 他的大卫雕像不仅是艺术的巅峰 也是对人体美的极致赞美 据说米开朗基罗在雕刻这座雕像时 曾经对石头说过 你只需要让我看到你 我就能把你变成艺术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今天的艺术家 再印起来就像是今天的艺术家在印出一块空白画布说的话 只不过米开朗基罗的画布可重得多 毕竟他是在和一整块大理事搏斗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不仅重启了人类的想象力 还重新定义了艺术的价值 他们开始强调个人风格和创造力 这就像是今天的艺术家们在追求独特的品牌习下 当时的艺术市场也开始同步发展 艺术家们不再只是贵族的附庸 而是成为了独立的创作者 这一点在今天的艺术界依然适用 总之文艺复兴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活力的时代 艺术家们用他们的才华和勇气 让整个社会重新思考人类的存在和价值 就像今天的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依然需要用创意和幽默来面对生活 希望未来的艺术家们也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们一样 勇敢的用画笔和创意 重启我们的想象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互联网诞生 但人类发现可以在家里就能吵架 互联网的诞生 简直就像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革命 让我们从面对面吵架 进化到了在家里吵架 想想看 过去我们需要在街上 咖啡馆或是家庭聚会中 面对面的与人争论 现在只需轻轻一点 便能在家里的沙发上与全世界的网友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 甚至还可以编吃主零食 以稀奇 互联网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一九六零年代的rp unity 当时的科学家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所创造的这个网络 将来会成为人类最爱的吵架平台 最初这个网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网络的用途逐渐扩展 最终演变成了各种社交媒体论坛和及时通讯工具 有趣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也催生了许多新词汇 比如网络暴力键盘战士和网红 这些词汇的出现无疑是对人类社交行为的一种幽默反思 假假假 过去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小争执而在街上大吵一架 而现在我们却可以在位置上发表一条推文 瞬间引来千百个赞和须 就像是在一场大型的虚拟辩论赛中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立场加油助威 而且互联网的匿名性让人们在吵架时更加死无忌惮 你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随意发表你的看法 甚至不需要担心对方的反应 这种安全感让许多人变得更加勇敢 甚至有些人会在网上发表一些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说的话 这就像是给了每个人一个隐形斗篷 让他们在虚拟世界中无所不能 当然互联网也让我们的吵架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 从文字到图片 再到视频现在争论不再仅仅是严肃的交锋 还可以是GIR风 还可以是GIF对抗表情包的护塔 甚至是YouTube播视频的反驳 这种多媒体的争论方式 让我们的吵架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甚至有时候还能引发一场网络文化现象 总之 互联网的诞生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 也让我们的吵架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或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 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在公共场合中大声争吵 而是可以在家里安静地吵架 并且还能享受一杯热茶或一包薯片 这样的生活谁不爱呢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历史探险者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一段时光之旅 回顾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茶叶税 文艺复兴的艺术革命 以及互联网的诞生 如何让我们的争论变得更加便捷和有趣 首先 我们看到了茶叶税如何成为美国独立的火花 它不仅让殖民地居民放下杯子 还激发了他们的抗争精神 让我们知道了在不公面前勇敢站出来的重要性 接着 我们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华丽舞台 艺术家们用他们的创意和勇气 让整个社会重新思考人类的存在与价值 成为了今天创意的先驱 最后 互联网的兴起 则让我们的吵架方式进化成了 在沙发上轻松幽默的讨论 甚至还能穿着睡衣 随意表达观点 这些历史事件 不仅展示了人类在各个时期的勇气与创造力 也提醒我们 珍惜那些为了自由与创新而奋斗的先驱者们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的选择和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品茶还是吵架 最终都应该以我们的独立思想为核心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这个有趣的讨论 你们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也有你们想要分享的观点或问题 别害羞 快来和我聊聊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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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